我們今晚繼續來閱讀、學習藍傳菩薩道 下一位我們是讀到這個二十頁 就是談到一個什麽話題呢? 就是佛陀的任務 佛陀是誰的嗎? 在十九頁這邊 嫉妒者 就是他不但能夠斷尽自己的煩惱 提升師生地 斷尽自己的煩惱,處理生死崩壞 佛陀也能夠教導,弟子能提升師生地 正阿拉罕處理生死崩壞 因此我們稱佛陀為什麽呢? 既獨者 我們看這個二十頁 上回我們就有提到說 為什麽獨解佛就是庇知佛 他沒辦法讓他的學生 也能夠提升師生地跟他一樣 正阿拉罕處理生死輪迴呢? 在二十頁的第三頁就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對一位獨解佛這樣的老師 他不懂得怎麼樣的表達解釋說明 讓他的學生能夠進一步來辨識自己的無意 射受想行使 甚至能夠辨識自己的無因的這種 究竟明設法 進一步能夠修緣其法 進一步能夠辨識這種 究竟明設法的這種 深處滅 還有滅滅的這種無常苦 所以一位獨解佛呢 他沒有這個表達講解的人力 因此 親近他的這些學生們 當然 在他們的那一世 是沒有機會 證阿拉罕 然後處理生死輪迴 當然如果他弟子可以證阿拉罕的話 為什麼叫證阿拉罕 為什麼叫證阿拉罕 因為他是 跟老師學嘛 所以才懂這個道理的 因此他沒有資格成為佛 叫做佛 佛的這個名稱的定義 一定是自己有能力 沒有老師的教導 自己有能力體證世聖地 而證阿拉罕 這樣的修行者 才有資格成為佛 那麼對佛陀的弟子來說呢 在這個二十月的第二端就講 或是瘦度者 為什麼我們 我們也是佛陀弟子 我們為什麼被叫做 稱為瘦度者呢 下面就結束 他說因為我們是佛陀的幫助 佛陀的教法 然後 然後 而能夠 佛陀的界定會 了解 古聖地 就是了解究竟的 名色法 就是無印 色受講形式 也能夠了解 基地 就是延期法 經過我們來修觀禪 而證 入流道國 一蘭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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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三段就提到一個問題 之前我們有講到奥瑟斯尊者的例子 已經有講 所以我們看第三段 他說 有人可能會以為 佛陀弟子可以同時 是受渡者 與忌渡者 什麼意思呢 因為 像那個 色利婆尊者 不見尊者 後來他們證了阿達安 他們也開始 教導那些 親密他的那些學生 體證是生病 他也是有個人意 所以 有些人就是 這樣講 設立 佛 跟目見尊者 也可以 被稱為 什麼 忌 忌 有些人 能夠表達 是聖地 能夠表達得很 完整 很準確 所以 這樣的表達能力 是跟誰學的 佛陀學的 不是我們自己為的 所以早期 我們出家人 怎麼訓練呢 就是當老和尚在台上 在台上講經說法 那麼我們這些 弟子們 學生們 就在台下 聽我學 甚至老師會交代 等下 等下我會選一些 學生 來 復講 什麼是復講呢 就是 老師剛才所講的內容 要選 學生 其中一位 出來 將剛才老師所講的內容 要從講一次 這個叫做什麼 誤講 我講這樣的一個例子 主要是告訴各位同學 一個真理 什麼真理 幾個例子 我們在讀南傳菩薩道 這個資料 以後你們要跟其他人分享 或者有些老師要跟其他人分享 有關這部分的內容 講的東西 要不要一樣 要不要一樣 要一樣 除非是說 有些資料在翻譯的時候 有些資料沒有這麼詳細 所以沒有詳細 我們就不清楚 就不能講了 剛剛有個法師 有個議員 看到更詳細的資料 所以某部分他可以講得更清楚 是這樣的 如果我們大家所接觸的資料 都是100%完整清楚的話 那就肯定 不管哪一位師父 哪位老師 所講的東西都一模一樣 所以在這邊也講一個例子 曾經有一位職界裡 他經經泡傳師 經經了很多年 他就跟我們分享 當傳師講前面呢 他就知道他就坐下 後面講什麼了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種 能力呢 因為傳師講的內容都是一模一樣的 有個範圍的 所以我們佛教徒 有時候要追個問題 比如說我們已經學了段長的時間 明白的了解了 所以有些剛剛學的 不清楚不了解 我們要鼓勵他 我們是隨段時間才懂的 也是可以的 但是有時候我們忘記自己 學習的 所花的時間 我們就有一個問題出現 這麼簡單你不會 我們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出現呢 不要忘記我們是說要花時間來學習的 所以在這裡就告訴我們一個真理 弟子們是受度者 因為我們是不可能無私之通 而能夠體正是聖地 只有在佛陀的幫助之下 佛陀的教導之下 我們才能夠體正是聖地 所以下面就做一個說明 所以獨覺佛是受度者 佛陀是受度者 那麼在這裡有其他的資料 就是像獨覺佛也好 我們佛陀就是證的阿拉罕也好 證的阿拉罕做什麼事情 這樣我們現在在這邊學習佛法 聽佛法 那麼今晚你們聽完 回去做什麼事情 其實就是 溫習 读了再读,读了再读,让我们记得记得 就是佛地的做什么事情 从学习过来,就是不明白的学明白 不完整的学完整 要过做什么,一直温习 有机会,有音言 就跟其他人分享 那么依他们的程度 要跟他们分享哪一段的内容 就这样 当然有些佛地址就开始在修禅定 因此每天做什么 每天在修禅 每天在训练 如果有些佛地址已经要修智慧的话 他就会入了定 修定之后修世界差变 来看到究竟设法 来看到新跟新手的究竟 就是什么,在学什么 照见色寿相 行使 就这些吧 修智慧 好 所以这边就提到这些 路歼佛也好 佛陀在世的 佛陀教育的时期的 真的阿拉罕的佛地址要 他说 他很时常进入果地 和灭尽地 什么是果地 什么是灭尽地呢 当我们正道路流到果 我们的心路 在阿比达摩里面 全叫 我们的心路是这样的 一门转向心 看我们的根性 因为它分顿跟利根 顿跟的话就变做 变做 这些是属于异界的 无贪无嗔 无痴的 三阴的善心 总信心是看到念 但是它并没有断完 总信心就是我们从凡夫 转变成了 圣人 圣人 然后接着下来 生起一个路流到心 也叫做到之 也叫做出世间上心 就断了我们的我见 我们的近几见 断了我们的仪 然后再生起一个路流果心 生出面 如果是分根 果心生了两次 因为竖行星有七次 所以变做进行随顺 总信 道心 果心 果心 所以七次 七个竖行 然后就再多路有分心 那当这位路流圣者 如果他重复训练的话 他可以说 在路这个路流果定 再起涅槃为目标 而且通过训练的话 他路果定的时间 可以越来 越久 不过当这位佛地者 如果从生命学观之 开始在修 当他再下一次 再进入了这个什么 进行随顺 总信 道心 道心就变成什么 一来道心了 真的 二果了 所以 一来道心 这个道心 只是减轻意见的 贪根称 并没有断烦恼 只是减轻而已 那 生出面一次 然后就进入果心 什么叫果心 什么叫出世间果报心 就是 没有 那种烦恼之后 那种安乐 那种 自在 所以当这位 佛地者 如果他已经正到 一来果的圣者 他下这四路的果定 是属于一来果定的 他不会说回去之前 入流果定 不会的 就是你正到哪个阶段的圣者 我们就进入那个阶段的果定 他是这样的 所以同样的 这边提到这个资料之后 这些正阿拉罕的圣者们 一直入什么 阿拉罕果定 为什么他们要入阿拉罕果定呢 因为他们入涅槃的时间还没有到 所以他们就时常入阿拉罕果定 我们要知道不是每一位佛地址都会去 碍事佛法教导下弟子修行的 不是的 当然这些基士们如果来供养这些尊者们 供养饭菜 生活物品 他们福报不得了 我们必须懂这个道理 你们即使在供养 因为出家人 你们的福报的 那个程度到什么阶段 其中一个原因是 你们供养这个师父 他的功德 修到什么阶段 会影响你的福报的 这是第一点 另外一个会影响我们福报的时候 是我们个人 所以我们在个人在供养尊者们的时候 在供养这些法师们的时候 我们的善心 如果我们现在有三规五界 来做供养 那个商业就有很强的 如果我们有烦恼 在供养过程面有深烦恼 知道吗?这个果报会受影响的 好 因此的佛教徒现在学什么? 出家人的时候 我们不晓得这些出家人 他的成就在什么阶段 我不知道 所以首先我们先把这些条件 说好 先准备好 准备好 出家人有禅定的成就 或者在修观禅 或者有正道 圣道圣果 出家人是不可以跟基士讲的 跟基士讲是犯戒的 为什么不要跟基士讲呢? 因为有时候你跟基士讲 有些相信 有些不相信 所以那些不相信 如果他讲一些不好听的话 他造的不上意很强 所以佛教徒就制定出家人 有禅定的功德 有修观禅的 到这个阶段 已经有圣道是不能讲的 不过出家人跟出家人可以讲 但是我们就是知道 有些法师师父 有些尊者们有什么成就 我们也不可以跟你讲 就是避免刚才所讲的那个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要懂这个道理 因此我们当一个基士 如果要跟出家人学习 我们不可以这样问的 师父 你修行修到什么阶段了 他不是这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讲过说 师父我想修禅定 请师父教我 一个修禅定的方法可以 因此有时候 你们基士想了解 一个师父的修行的成就 其中一个方法是说 你跟他学 然后你照他方法去训练 你就一定有进展的 通过你的努力进展 你看这个老师 可以把你带到什么阶段 你就知道这个老师的成就在哪里 当然我们学博的真正的用意 不是为了去了解老师的水准在哪里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断自己的烦恼 处理生老病死 这才是我们的主要的目标 所以一个是入果定 那么什么叫灭静定 如果什么圣者才有资格能力 入灭静定 其实要正到 布莱道果跟阿拉罕道果 就是要正到三果跟四果的圣者 才有人力 入灭静定 出果二果不可以 当然你们有些同学会问 为什么啊 为什么啊 这个就是定力 就是这个是一个真理 真理就是这样 而且当一位正到这个 布莱道果阿拉罕道果的 佛地者想进入灭静定是吗 他的禅定啊 必须要修到非想非非想出地 才有资格 如果一个佛地者 生到三果四果啊 他的禅定就有四禅 修到第四禅而已 这样的圣者是没有人力 进入灭静定的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我们进入灭静定的圣者 我们达到那个非想非想定之后 他生一次两 那个心生了一次两 我们就我们的心跟心手就暂停了 所以灭静定是什么 心跟心手暂停 暂时没有活动 为什么有些佛地者要入灭静定 是因为他们每天 看到那个五印 究竟灭色法 就是看到那个设计 几个宇宙看到设计 设计还是概念法 看到设计里面那些成分 才叫究竟色法 而且看到什么 一直看到他们生出灭 灭生五双 所以他很愿见 可是他入灭盘的时间 又还没有大 所以他们就说就入灭静定 暂时休息 不要看 那么入定的话 能够入定多久呢 最多是七天 为什么最多只有七天 因为我们一餐的 用的食物的营养 只能维持七天 如果超过我们会饿死 来不及补充营养 我们会饿死的 当然有些说 有些师父们出教人 可以录定一个月两个月 这样的出教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力 是因为他们受到 一介天人的供养 所以有些出教人 有一介天人供养 他们一介天的食物 是吗 他一介天的食物 可以维持两个年 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 不然我们有时候误会 为什么说是七天 为什么有些一个月两个月 所以 灭静定是这个意思 就心跟心爽暂停 假如一位基士 当一位尊者 他从没静定出来 所以他会说一件事情 今天哪一位基士 跟他有言 所以他就会去 刻意 去找那位基士 接受他的供养 如果我们能够供养 因为从没静定出定之后 来透过了尊者 我们供养他 我们的福报 立刻是献报 所以有一个例子 就是有位 两位很穷的 就是一对夫妻很穷 跟田的 就是供养了 那个尊者 从没静定出来 结果他所跟着 泥土变成黄金 然后他就 因为这个土地是国王的 他就向国王报告 要皇帝 国王就安排那些 人来载 一把这个黄金放在车上 就变泥土了 所以这个国王 是有知识的人 他就讲 就加带说 这个是谁的 加那个基石的名字 他的黄金就会变成泥土 后来这个国王也说 我是有钱很富有 跟我就不需要他的 所以后来他就不要拿了 他还会被一块地 给他去建房子 是有这样的因缘 下面就提到说 路果定路灭经定 是什么样的乐呢 他说 以体验及尽之乐 而不是时常之力 为众生带来利益 什么意思呢 在佛陀的教导里面 什么是乐呢 就是心很平静 心很平静 对于我们意见的众生来讲 我们如果今天早上起来 没有什么事情要做 下午有没有事情做 晚上有没有事情做 有没有看电视机 有没有听音乐 有没有看手机 有没有吃东西 有没有聊天 没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吗 我们接着 很无聊 很无闷 因此为什么有些人 办了过事 我们要把它关在僵硬的监牢里面 给他吃哦 吃免费的哦 不用做工哦 有啊 有些做点事情 没有事情的时间比较多了 为什么是一种惩罚 就是闷死你 无聊死你 那为什么我们觉得无聊 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定 所以我们的心是这样的 当我们看一样东西 开始我们看觉得很好看 看一看 看那段时间 他如果是保持一模一样 我们就有点看腻了 所以为什么是这样的 没有变化的 这么呆板的 这么死板的 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们的心在深处 没有吗 所以那个东西 他也是在深处 但是我们的心 当我们会切断他 他没有变了 我们就不要看他 第二种是 当我们的心在深处 他也在深处 可是当我们在看他 我们还看得 觉得还不足够的时候 他灭啊 我们就一一不省 因为我们的心在深处 因为我们的心在在改变 因此我们会觉得 没有事情做 没有东西看 是无聊的 但是我们修禅定就不一样了 我们禅定呢 那个目标 因为我们了解他的老处嘛 所以我们喜欢这个目标 而且心里面有热瘦 心里有热瘦很重要吧 所以因为心里有热瘦呢 我们才能够 不管我们路定多久 我们都知道 非常快乐的 天在这边 当然更高的那是寂静 什么寿 他的寿是舍寿 那么这边提到问题是 不是时常自利 为众生带来利益 不是时常 有时候我们看回我们自己 今天我们有去 对某些人做贡献吗 我们有没有每天都对人家有贡献 有时候我们在为谁做贡献 自己 最明显是现在有了手机啊 你看我们每天都在看手机 一直在看手机 看不同的内容在看 我们有一个利人 没有 我们在享受 设身 相会处 我们在去就看着 听着这些东西 当然我之前提供了资料 佛地址如果他称阿拉罕 佛陀就撒路撒路了 佛陀没有说 地址们啊 你快点去弘法 不要认识路什么果定啊 路灭禁定啊 佛陀不会讲的 为什么不是这样 因为一个人要做什么 是由学义决定 所以自己这样 佛陀的万华用意 只要达到一个重点是 你能够赠阿拉罕重点 现在就提供的 佛陀是不会只停留在为自己带来快乐而已 事实上 当我们的佛陀已经研满了十个巴拉密的时候呢 他已下定节息 在我明了四圣地之后 我将使他人同样的明白了解他 叫一下有些出家人呢 有时候你们其实会问 师父 师父 老师 你好 老师 为什么你要出家呢 有时候 有时候你们会听到一些出家人 一些老师人 我出家的目的是为了弘法 立身 但是这样讲的话呢 是不完整的 为什么说不完整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有善心 无贪 无辰 无辞 无辞 我们有贪 这意思 所以在某种因缘之下 我们就请善心 造三叶 可是有时候在某种因缘之下 我们会起善心 造不三叶 所以我们的修养啊 是不稳定的 所以这一块呢 如果首先我们出家人的学习 包括我们的心 所以就是以戒来保护自己 让自己不要造一个新的不善业 当然我们心里会想的 有时候我们没有骂人 没有打人啊 但是我们心里没有骂人 有 心里面想要打人 有 但是没有犯戒 为什么没有犯戒 是戒力的主要的一个范围 就是生 业跟乙业 为什么没有包括乙业呢 因为心是很难控制的 心是很难控制的 所以佛陀的教导是有吃地道 先掌握说 不要讲出来 不要身体不要做出来 当然如果我们心里面 也能够保持善心 是要时间培养的 所以我们说如理着意 什么叫如理着意 其实如理着意就因果咯 遇到好的 我们就告诉自己 这是我善业的国报 遇到不好的 就是我不善业的国报 然后再告诉自己 我现在讲的 业是善还是不善 自己要去选择咯 现在我做的行为 是在造善业 还是造不善业 自己去辨别咯 当然如果要更好的 结果就会修禅定的 所以佛教读啊 主要是有事情做的是我们做的 但是我们尽量不要 制造太多东西 为什么呢 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 在这个禅定方面来努力的 好 所以我们佛地址要学习 比如说我们到寺庙 如果有些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 我们有这方面有这方面经验啊 有这方面的能力啊 我们就做了 但是跟那个时候如果人很多啊 你就发现到就下的人手足够了 现在其实就不需要暂时不用服务吧 那你怎么办 就是我们找一个地方 如果还没有训练禅定的佛地址 就要找一个地方 来个佛宝的书啊 把你要修的禅定方法的目标 献出来 专注在这目标 如果佛地址 一个寺庙的佛地址 这样学的话 还有什么好处 第一 它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出现 同时也避免制造一些不必要的人际 关系的 其实佛法不鼓励说 你们来到寺庙 就认识这个基事 认识那个基事 认识那个基事 其实是不鼓励的 为什么不鼓励 人有感情嘛 有感情会不会惦记他 他最近好不好啊 他在忙什么啊 要不要请出去做什么啊 要不要 那么 培养这样的一种 关系啊 有时候 你在看佛书啊 在打坐 他的影像会跑出来吗 对 就是这问题啊 包括有一天他死的话 也会哭得很伤心啊 会伤心几天啊 几天不会打坐了 底下不会练经了 佛心经了 所以在佛法的教育啊 他是说 因为我们懂业果嘛 我们虽然可能没有讲多话 彼此不是很了解彼此 但是我们大家都有共同的一个 思维就是说 我要做三业 不管会伤心在一起 我绝对不会讲些话伤害别人 或做些事情伤害别人 可是当人家有需要我的时候 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 只要我记得我的能力做得来 对方愿意我帮忙他 我一定帮忙的 而且我帮忙他不是说希望他要报答我 希望他给我什么回馈 不是这种要求 因为我们照三业将来就有好多伙伴吗 当然对方他帮他有一种感恩的心 感恩你帮我 将来如果有什么需要 他有得对他报恩 那是对方的想法不是我们的想法 如果我们这一身都各方面条件的三业伙伴很好 他没有机会报恩 他就学我们哦 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去帮别人吧 这是一个好多伙伴 传统嘛 是不是 所以这是有关 我的弟子之间 应该怎么样的交往 一个参考 因此这边就告诉我们 佛陀本身就发了这样一个愿 当我解脱之后呢 我也教导其他人 也能够什么 解脱 因此我们的佛陀日以继夜地执行佛陀的五项任务 最后一行很有趣 为什么我说有趣呢 说说 因为你必须执行这五项任务 必须追尊两个日子 必须 可以标准吗 可以吗 必须 不可以 佛陀一样这样做 佛陀只在用餐后 过后休息一阵子 晚上只只用后夜的三分之一时间来休息 其他的时间他都用来执行任务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内容 他的标题是佛陀的任务 我现在就依据 这个南床菩萨道里面有提到我帮佛陀的生活上的作息的内容 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因为甚至我们讲 我们上三十怎么算 目前还不知道他怎么算 我们就讲重点 就是佛陀早上起来的时候 他就洗脸 刷牙 灌洗 然后就彻底安 然后就彻底 然后彻底 请问佛陀的彻底是属于什么彻底 阿拉罕的彻底 当他跟弟子们走到村的时候,以前的经设是很大间的 不像我们会说,现在的经设是很大间的 小小的庙就叫什么?金色,以前的金色是很大的,不是小的庙叫金色 现在的理解有一些含义的范围不一样 那么就跟弟子们在露村之前 他就使用佛陀放六色光造村,把这个村造的很亮 那这个时候那些村民他们也知道佛陀这个世界会来 所以大家就直接准备啊,盖洗啊,穿好漂亮的衣服 好像新年这样的,过年了,这些贵宾 今天如果总统来,总你来,我们穿着有没有差别 然后就拿花出来,来什么?来引起佛陀 还有佛陀的弟子们 那么这边呢,就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一个什么有趣的例子?有些佛陀说 有些基士啊,佛陀,我请求六位彼姑 接受我们的供养 因为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啊,所以你就依你的能力啦 要说你要供养几位尊者,佛陀就会按那个备份啊 给他们几位尊者,另一位,另一位跟几位七位 这个要十位跟七位,这个多少位 当然谁供养的最多是国王 所以他们就各别说去到七室供养的地方 接受供养,佛陀也是啦,佛陀就是,就有人邀请佛吧 这佛陀就去,跟一些弟子们去受供 那么,当佛陀用完餐的时候呢 佛陀就要开释佛法 所以在我们的制度里面呢 我们出家人呢 受 七室供养之后,用完,就是讲一些佛法 如果像我会讲佛法,几个例子啦 我会讲嘛,我不到要表达嘛 怎么办?我就念一段新闻 不过这段新闻啊,最好是 其实听这段新闻,知道他在讲什么 这个很重要耶 我几个永远提问你,如果今天有个 南传的尊者,来跟我祝福练巴黎 听得懂吗?听不懂 当然我们听到也是一个三叶啊 但是如果我们在听的时候,又能够了解他的意思 对我们的学习啊 对我们的修养 的帮助啊 跟你不知道这个尊者在练什么啊 有没有差别 差别到达 所以我们 有因缘的话,如果有尊者或者法师 跟我们 要祝福啊 我们是希望他 讲一些佛法 当然有时候这个尊者,法师讲的佛法 我们听过了 我们也要换弯 洗一洗 那什么?记得记得吗? 让自己容易说 很快在生活上 遇到什么因缘 那个佛法就是什么 从心里面出现吗? 就代表印象深刻耶 如果印象不深刻,有时候想不起来 所以有时候在讲课也会有这个处境 有时候讲到 某些内容 好像有一个 读过有个 资料 可以来跟你们分享 但是有时候像想不起来 等到下课 我会想 走回去办公室 才想到我 所以我就要做 要做记录 记得下个星期 跟各位同学分享 所以 为什么跟你们强调这里是很 我发现有些佛教徒 当然那个法师 或者尊者在讲的内容 他听过 他有点 哈 听过了 有重复的 精神了 明白吗 这样对自己会不会带来伤害 所以有些佛教徒 你说我们去听什么 法师讲座 那你的法师从台湾来做博 有个讲座 我们去听 有些基士已经接触佛无法一段时间了 他就讲 哎呀 不用听的啦 听来听去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你肯定 详细的资料 详细的资料 你都听过吗 所以这样的话 对于自己的学习 又代表 不会禁锢 不会禁锢 所以正经的观念不是这样 正经的观念不是这样 所以佛教徒就会看 基士们的程度来讲 程度来讲 那过后呢 佛教徒就跟这些弟子们一起回到 金圣 回到金圣 回到金圣 回到金圣之后呢 佛教徒就跟彼夫们开示 佛教徒跟彼夫们开示 最一个特色 有些彼夫们的因缘道 所以佛教徒在开示过程里面 有些就正路流道国 有些正依赖道国 有些正不来道国 有些正阿拉罕道国 佛教徒的开示有个特色的 一定有佛地正在罗 圣道圣国 所以佛教徒会跟他开示什么内容呢 首先佛教徒会讲 能够听到佛法很难得 很难得 像那个大众学佛也就会了 他们不是印了 那刚刚才不知道 英文版本两本 你们以后 遇到学我朋友 你就分享 你们有没有这两本书 问一下 为什么请问问 我们了解 到底有多少人 有接触到这本书 拥有 这本书 其实我要告诉你们 一个道理 很少人 就是拥有的人 会看的人 会看的人 也会闭气看 也会闭气看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某些 接触的那个 内容 那个量 不够多 会不会影响我们的那种 自动自发的 阅读学系的 主动的那个力量 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想 会的 注意个真理 我们接触这个知识 开始都是被动的 你中国人讲了一句话吗 我还是 是 起头难的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 没有什么乐趣的 因为太少了 那有什么味道 加上你吃一点东西 一点点 吃不到味道吗 尝不到它的什么 美味 它的特点的吗 要吃到够那个分量 是不是才有味道的吗 也会这样 我们学过 这些处境 开始是被动的 那学到我们的程度的时候 不一样的 主动了 不用人家讲 不用人家叫 我自己会气的 而且很开心 很快 哇 已经有一个程度 而且每次在学 一定有进展 没什么 很开心 所以博道就跟些弟子们 温习 开始 听我吧 难得 第二个 跟佛头出现在 在头个时期 难得 第三个 就是佛头出世 我们也出世 不是有个青蛙王子吗 他做青蛙 不过他有巴拉密 哦 他被一个 那个 墓流人 拐针弄死他 他立刻升天 他又立刻 立刻 立刻就来人间 听国的说法 就正道圣道圣国 人家巴拉密很香 信心 信心 接近在哪里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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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花什么 时间 所以我们学习要时间的 出家 出家不容易 对 对不对 还好 我们就想到我为什么出家 是因为我想了解 神经历史 所以我说出家 我不是 为什么出家 出家没做钢 有人供养 我很好 出家 没做钢 你敢过 还好 我不是这种想法 当然有时候 我们必须懂一道理 在佛同的教育 不管你是为了什么 原因出家 这个还不重要 重要是你出家之后 有没有机会 好好学习 有臭的思想 改变 变成正确的观念 正确的思想 有赤地的训练 有赤地的成果 那才是重点 所以你们不要问家 为什么什么意思出家 你看吗 做生意失败 出家OK的 被男朋友 女朋友 高气出家OK的 死了安 死了末出家OK的 而你不孝顺 吃家OK的 什么都OK的 不管再是你出家 做些什么 那才是重点 所以为什么佛同在世 那些外道 开始出家 也是为了 有些为了生佛多 有些为了面子 跟佛多出家有面子 但是最后都圣到 圣到 圣果 因为法是保存 你看到人家做得这么好 会不会生几个羡慕的心 会不会有样学 所以佛罗斯坦那些人 不管什么身份 什么出发的都成功 我们要说和尚 撒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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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另外一个是我的政法 有些佛教团体 我都是政法 其实我跟佛林太强调了 现在他讲个笑给你们 如果今天我强调 我群羊精神 红羊政法 你说为什么 别的都是歪法 你们得罪很多人 不能这样讲的 不能这样讲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听到佛法 是否是正确的话 它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我们在听的时候 就能够明白 能够 而且整个过程明白得轻轻 除除 第二个当你去训练的时候 每个阶段都能够实践 跟你听到佛法的内容 一模 一模 而且 不会有这么疑问的 佛法都在讲法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特色 开始他先讲重点 再解释五十八天 后面就六十七十 到最后一定说 完完的 可先的 所以说我们听佛法 还有耐心 就是慢慢听下去 就越来越多 越明白 当然像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做 前面不是讲的很详细 我会把后面讲的详细的内容 先提早在前面跟你们讲 为什么 因为我不晓得 你们学习的程度到了哪里 我这样做的目的 是当有些跟接触的人 同学 先让他更清楚 更明白 他就有种热气 我听得懂 我听得明白 我什么 想再听下去 因为如果有些东西你不解释 就这样大量的提 其实 他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的 这样有时候会不会讲到学习 会的 所以有些时候我会这样做 也会在这边 当然到了后面 你就读到 我把后面的资料在前面讲完 读到后面还在读呢 你们就不要再管你 天啊 听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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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有这种反应 所以 闻着法不容易 所以闻到法之后呢 这些尊者们就会各自到自己的地方 去做禅修 所以佛陀在世 弟子们就是专门做两件事 听佛法禅修 还有啊 为寺庙服务 所以寺庙服务也是很重要的 环境要不要打扫啊 要不要弄干净啊 要的 而且还 我讲一个例子那没有体会 比如说我们出家的人 有些水吧 公共的水 用完了 或者剩下点点 我们去怎么样 我们家去加水 去北京拿水来加 让后面的尊者们 来的时候 有水可以用啊 我们讲一个容易体会的 生活上的例子 像我们这边的洗手间 厕所 有时候那个厕所纸没有了 你要讲的 要跟这边的帮忙及时讲 那个厕所纸没有了 要打他 要准备洗的 你们要自己用完了 那我还得起 后面的东西进去麻烦啊 没有吧 同样的 包括有没有喝水 不要喝水吧 看到那个水湖里面的水 太低了 可能不大多 你要跟帮忙的及时讲的 他们可能就要再煮一个新的 你有意思吗 所以我们佛弟子 有了这样的一个 听到这样的一个知识 这样滋味了 以后不管去到哪里 我们就会这样做咯 所以 而且这样做还可以说果报 你知道吗 什么福报啊 以后你去到哪里都有水 去到哪里用厕所都有主 去到哪里用厕所都有主 那很有趣哦 所以我们佛弟子 还有什么乐器呢 在生活上体会 佛道讲的 因果 在阿比达末里面 我们会去了解 因果在哪里 是在日常生活里面 所以佛道讲的 要把我们的生活 跟我们的生命 齐齐相关的啦 所以当我们这样了解的话 我们每个人需要佛法吗 需要吗 要有佛法跟没有佛法 我们个人有没有差别 这点重要吗 所以当我们了解 这点我们才可以鼓励佳人来听佛法吗 或者鼓励生命的朋友来听佛法吗 当然有学会他会批评你嘛 你看你学的佛也是会骂人 因为有时候我们还会骂人嘛 但是你就刚讲 对啦 我很惭愧啦 还做得不好 不应该骂人啦 不过你刚讲 你还是要对佛都讲的 有信心啦 你对学会骂人 还有什么信心 有 我有进步啦 你看以前我骂得更难听嘛 现在骂得更难听啊 对不对 以前我骂你是骂30分钟嘛 先骂10分钟嘛 进步20分钟嘛 对 以前我讲你 我记恨在心呢 恨几个月呢 恨几年呢 我现在比较容易 容易原谅你呢 我立刻就学习好 跟你相处呢 避免我们的问题 在什么 出现呢 我们有没有这种进步 各位同学 所以为自己讲话 加油 要开心哦 有进步哦 当然还不够啦 因为我们 没有正 阿拉罕啊 要加油 所以这个比辜呢 就各自回去 自己地方修行 禅修 当然 这边就提到佛都会什么 辽邦休息 所以说我们中午啊 如果累的话 可以休息啦 休息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不要太久啊 休息一下 那下午呢 佛陀再为比部门 祭司们说法 也就是说下午啊 那些祭司会来到什么 四秒 未来十秒 所以佛陀再为这些出家弟子 还有祭司们说法 那过后呢 佛陀就出院的时候 就开始冲个凉 再向比部说法 中夜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异界的天人啊 跟色界的梵天人 就来到佛陀地方 要佛陀为他们说法 就过了凌晨 十二点 那这边就有个题外话了 就是说 为什么那些天人啊 要半夜 才来佛陀这里 听佛陀说法 为什么不要白天来呢? 如果天人白天来 他还没有空 为什么没有空 因为你们计算 一点都要来 你从哪里来的 那如果他说 我是从天上 哪个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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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天上长什么样子 会不会很难 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 有一个师会 我们必须要懂 其实我们今天来到寺庙 看到这个祭司啊 或者法师啊 其实基本上 不是打招呼叫的 你好 这样就好 我们不会说 遇到这个祭司 你好啊 你住哪里啊 结婚了没有啊 有几个孩子 做什么工啊 所以 很多时候啊 我们以前的人 不是建立在感情嘛 建立透过相处 建立信心嘛 我今天忘记做一件事情 本来刚才我就 有一个机师跟我分享嘛 有一个启发 忘记做什么事情 刚才我跟他讲 善男子善女人 我们开始善课哦 你们看经典每次这样 善男子善女人 而且你看佛教办的活动啊 尤其是受戒 他讲的 要说 品行光正 好吧 身心健康 意思是说 坏人不给水果啊 你们这些坏人 会来听佛网吗 一个会偷 会抢的人 听佛网吗 可能吗 注意 一个什么真理 我们要有基本需要的人 才可以接受佛道是吧 教导的 然后称你们善男子善女人 善女人 就是有几个作用 一个是提醒 提醒自己 我是谁 你们是谁 如果是你信来讲 是什么 善女人 这人叫善 善 那这个 这个提醒自己 对自己的 这个 注意自己的行为 让自己提升自己的修养 有没有 一种鼓励 一种提醒 一种帮助啊 有没有 有 千万你们不要有种反应 善女人 哎呀 不要叫善女人啊 我是奥女人 我奥奥威士 我是凶 千万 这样讲然后就是什么 没有惭愧心 现在说 哎呀 我脾气不好 还更小 才可以整个 要吗 这个才有进步 不要觉得很爽 每个人都会凶的吗 可以 谁没有谈真吃 你没有 我看出你 如果不是这种态度啊 不要 所以 大家讲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心 修持心 当然我们不随便讲人 一般上我们不是讲人 是 提醒 提醒 但是提醒你要看效果 看效果好不好 注意 所以佛道就在命难 凌晨就跟 那个一切经人跟饭经人说法 所以现在我们要求一说天的观念才来 了解什么 那各位佛道什么 就进行 进行了佛道什么 一窝 一窝 那这边就提到佛道保持正念 什么是正念 入定 就是正念 入定 入定 所以圣者一直入定 就看他入色皆定 无色皆定 入果定 入灭 即定 有些基督 有些师父也是这样 他们有空 你看他在哪里做念佛的 看看他念什么佛 持什么咒 他有空就 就持 这是对吗 该讲的话讲完了吗 好就修持 该做东西做好了 就说修持 所以一定要有目标 如果没有目标 没事情做 就东张西 就开始胡思 你没有目标 很多佛弟子 其实是没有目标 几个字 你现在是去哪里 很少会回答的 你现在是家里 还不知道的 到时才看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 是什么呢 我们不了解 在人间学佛 有什么好处 有些什么危险 这个危险不危险 是谁的问题啊 自己的问题 或者到一届天学佛 有什么好处呢 或者有些什么要小心的呢 或者是到四届天去学佛 基本上是 我们如果还没有正道路 流道果 就出国的人啊 不要选择到 卢射天天 为什么 因为我们正道卢射天天 我们没有色应啊 我们要听到佛法 才可以正道出国的 所以我们没有色应啊 我们就不能听到法嘛 也会这样 我们就不能正果了 所以只有正道出国的 佛地者 才可以选择生到什么天 五色天天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 都在做了 去学佛 第一个是到一届天 一届天的话 基本上我们去南那个天 都说一届天 都洗漱天那边 或者到色界天 色界天也是有圣人 所以去色界天也是有老师的 当然像我们北川佛教 就都叫做净土啦 其实净土也是有弥陀净土 欧洲佛净土 好 要是佛净土吧 但多数人 比较选择去哪里 弥陀净土 所以这是我们北川的资料来的 对国的保释法 欧望正念 那各位呢 佛会用天眼通 观察众生的阴眼 什么眼 就是哪些众生 他可以正道 圣道 圣果 所以佛都过天亮 去透过的过程里面 找机会去 遇到他 遇到他 让他正道 圣道 圣果 所以这是佛陀 每天的生活 每天的生活 好 再来我们看回书本 二十一页 只有佛陀才有独特 以至上的精进力 独特 至上 独特 很特别 什么方面特别 精进力 很精进力 什么叫至上 没有的比他更努力的 当然我们的精进 你看 刚才就提到佛 佛陀有没有休息 佛陀没有休息 佛陀没有休息 佛陀 陆地也是休息 陆地也是休息 佛陀为什么要躺下来 是身体的休息 身体的休息 因为我们身体一直站 一直盘腿 一直走 会累 所以要什么 躺 躺下来 所以修息有两种 一种是身体的 一个是什么 心 一个是心 所以佛陀是有修息的 所以在修行过程里面 以后最后提到 精进太强 也不会成功的 精进放得太松 也不会成功的 是吧 刚刚 所以这个精进的力道 到什么阶段才刚刚好 自己要记住 自己慢慢去 了解自己的 自己可以知道的 慢慢调整 调整 刚刚好 刚刚好的时候 那个效果 就一直很顺 一直进展 进展 所以他说 这也是佛陀的 多种成就之一 只有佛陀才能执行 这些任务 那么这些任务 并不是独觉佛 跟佛弟子的人力范围 所以这边就提到这样的一个内容 所以从这边也可以让我们了解 我们每个人的人力不一样 每个人的经济力不一样 我们的贡献范围有没有差变 下面呢 要讲的是什么呢 详尽的解释 我们要显示佛陀的出世是很希望 很稀有很珍贵的 我们人有一个问题 多数人有一个什么问题 身在福中 就是 像现在我们的脚会走啊 会讲话啦 头脑还有记性各方面不错啊 我们觉得没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不懂得 要有这样的人力是什么因啊 我们没有去保持那个因啊 我们现在有的五线能力 会不会因为因的改变而消失掉啊 因此我们佛弟讲学什么东西 身在福中要知福 要珍惜 要爱父 要保护 那有许多人在看到或听到佛陀的微神秘 跟成就之后呢 就是说 都发现成佛 我们人都有个共同点嘛 看到佛陀有什么好的成就 羡慕不羡慕啊 羡慕 专业啊 受很深啊 专业 或者说 哇 佛陀的智慧哦 哇 这么了不起啊 或者佛陀的神通 哇 这么 规立的 哇 或者说 你看佛陀哦 这么多人 天能 放天能 一切 天的天能 人 每个都这么尊敬啊 哎呦 或者说 哇 佛陀 人家过的东西很丰富哎 哎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告诉各位 每个人在羡慕佛陀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羡慕的目标 会不会不一样 有没有意思吗 有什么要讲这个 就是告诉我们自己 我们要掌握 真正要羡慕的是什么内容 真正羡慕的有两个 第一个是 断静 烦恼 第一个是有能力 广度 众生 好 下面是几个例子 当佛陀在33天叫完论障之后 回到人间属 这个论障呢 就是阿比达摩 所以佛陀是在33天 第四天讲阿比达摩 要吃饭的时间呢 他就会 所以 限一个身体 再讲阿比达摩 另外身体去够够用餐 然后就 跟摄利佛尊者 讲解 讲解 所以说有些说阿比达摩 不是佛陀讲的 原因在这边 因为他是传给神 摄利佛尊者 那他从这个33天下来啊 不是有一个流动你们去泰国的寺廟 包括战船也有这个资料 就是 画一个什么 楼梯有没有 这个经典有形容的 这个楼梯是不同的宝座的 要佛陀还有那个地狮天王 陪佛陀下来 有这样的一幅画 那幅画就是 传达着什么信息 就是佛陀从33天下来的那个情景 北传 我们汉系佛教 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 这样的话 但是在南传跟战传都有 我们佛陀自天下降 神变 令到人啊 天神啊 梵天啊 都能互相见到彼此对方 那 他的范围是什么呢 这些人啊 都看到佛 都看到佛 你知道吗 庄严一下 看到佛 而且就提到一个例子哦 没有一个是不因此而发现神佛的 而且就提到一个例子哦 没有一个是不因此而发现神佛的 让从世界天到地 这个范围的所有的众生都看到他的 那个庄严像啊 那种人力啊 每个都发言 我要神佛 我记得啊 新长老啊 有讲一个例子就是说 我们北庄的出家人穿长衫 有没有 穿长衫的时候啊 如果 在某种环境啊 又有风吹有没有 那个树站在那边 又风吹有没有 看起来那个像 穿长衫不穿长衫 好看吧 好看 好看 所以你看的时候 我要出家 所以我们说出家人的穿着啊 我们出家人的极致动作啊 会不会一讲啊 有讲 我们新加坡有位出家人啊 他的极致动作很庄严的 他的位移啊 非常了不起的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遇到啊 如果我们有遇到 你们就知道 就是这一师父 就是这一师父 因为很明显嘛 当我们这一师父在一起的时候 你一看就大家的 位移不一样了 下面二十一月的倒数 第三汉就提到一个问题了 所以那些看到或者听到佛陀的成就 一个是看到 一个什么 听人家说 当然听人家说的话 这个说的人要不要 很会形容啊 很会细数要不要 好 接下来我一个人几个意思 像 我的妈妈 我这一生我妈妈就做一道菜给我吃 我对这道菜的使用到了今天是喜欢的 我给他一个名字叫 爹豆瓜 就是你把那个 豆瓜 然后豆干 就跟它弄碎碎啊 然后那个豆干有一种是 淡的嘛 那种是有点 咸的嘛 你要买点鲜的 不要弄碎碎 就好像煎蛋这样啊 你要弄厚一点煎蛋 不要煎得太薄 太干 要你家去弄碎一点 真的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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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讲什么话 我讲这个是有相关性的 他先断掉 那条线断掉 所以有时候啊 有时候我举例子有个危险啊 就是讲这个例子是有个原因要带的 有时候他先断 是什么原因讲这个故事的 听到听到 看到听到 我讲这个 看就是说 我讲这个爹豆瓜 如果你看我这样细数啊 你看我细数啊 这些豆瓜 爹爹爹 等一下就这样 放在窝里面这样煎咯 就很好吃咯 这是这种细数啊 第二种 这些豆瓜慢慢捏哦 捏碎碎哦 捏碎哦 然后呢 再放点油哦 然后就放下去 然后呢 再放点油哦 然后他就慢慢烧焦 然后就不病哦 很香哦 然后就给他翻过来 第一种细数啊 跟第二种细数哪个心理啊 就这样 就这样 同样你讲佛陀的故事哦 要达到第二种什么 方式 会不会吸引人家 哎呦佛陀这么伟大 佛陀这么庄严 有没有 我谢过 我也要 没有吗 我要讲这个 但是其中信心 智慧 愿意 以精精力度的人 在德系 德系罗就知道 明白 有关波罗密的各方面 圆满波罗密的深度 尽漫长的时间 真生世世不可间断 以及必须很认真 很真诚 做得什么 透彻 不惜 犧牲性命的实行 哇 怕不疼哦 我靠正阿拉到好 知道了吗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 北川的佛教佛罗密的说 我们要发愿 发菩提心 上求佛道 下发 众生 将在那多刀 多 多 对不对 你跟他成功的多刀 多 为什么多 没有读这本书 我告诉各位 如果等到我们读这本书哦 我们怎么讲 考虑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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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有些觉得 哇 出家很好啊 就练练经 要做做事 又在闲餐 但是如果讲 出家要打坐 七个小时 八个小时 会怕不怕 怕 每天打坐 会怕 怕 没有空 但是我告诉各位 学佛没有怎么可怕 其实我们学医正合的知识 要懂一个真理 暗部 就班 有钱 自身 万事 不能 要懂 所以老师 应该懂得老师 不会叫你这样做几个小时 不会的 他叫你做 二十十分钟 你讲老师 老师做 老师很好嘞 十分钟 脚没有痛啊 没有 没有很好 整身很 心很平静 很轻松 很好 没有什么事情 干扰我的心 没有见过这个 担心这个 没有 老师 我再做久一点 No 十分钟 为什么 让你这种想往 想做是吧 更久 先让你这想往 真的清楚了 有人说 老师进家了 进家了 OK了 进家 进家多少 十分钟 变成几分钟 二十 他是这样加的 老师很好 我做两个小时 你可以吗 可以老师 非常好 非常好 他就做下去 十分钟 OK 十分钟 他没有生了 十分钟 他没有停了 我老师 冷汗一直流 但是你跟老师讲 他做多久 两个小时 爱与灭子 软软软 快乐是痛苦 有心情吗 快点到快点到 快乐 或者那些少人 有心情没有 他走都不正处 对不对 他们还没有翘中 不算你当时 你叫我蹬 那个翘中的人 你就是睡觉了 为什么没有翘中 睡懂了 没有翘中 所以正经学习很容易 正确学习的方法是吗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就是发心 开心不开心 开心的啦 当然这个信心要不要培养 智慧要不要训练 经济丽丽业力要不要出发 心经历要不要慢慢增加 要啦 什么都要时间的啦 所以后面就提到我们的佛陀 每一次一到佛就发愿 心里发愿每一时發 像你们也要这样学 每次看到我来三个 我要这样出家 下个礼拜 我又会出家 你们要这样发的 有一天你们到调整基础就会出家的 你们不要来三个 我告诉你,你将来下一次哦,有机会啊,遇到很好的老师啊,你的父母也愿意成就你啊,什么条都可以的,没问题的,你也会出家的,像一个其实他想出家了,可是他有一个爸妈,所以说他想出家了, 所以他为了把妈妈照顾好啊,他就想不到我妈妈有一天啊,走了我才出家,结果他慢慢长寿啊,当然机师也可以学佛啦,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啊,只是机师学佛的时间,跟出家学佛稍微有什么,不一样啊,当然我们也要学啦,不要说哎呀,我就放弃,在佛罗教义的时候讲,佛罗教义的时候,你学五分钟,有五分钟, 功德,而且这个功德永远不会说消失的,现在这样打坐也是这样嘛,以前打坐十分钟,后来很忙啊,没有机会打坐啊,过了几年后啊,你再打坐,你以前的十分钟就说,卸下去的,有帮助的,所以懂这个道理好不好啊,为什么好,有机会去做吗,有机会去学吗,对不对 我们看二十二页啊,只有坚人不拔得也满波罗蜜才能生的三妙三菩提 在马兴德村子的翻译叫做政治觉者啊,政治觉者啊,因为佛罗被称为难得知事,佛罗的处事是真正非常稀有的现象,为什么啊,你看我们的佛罗,佛达玛佛罗啊,他的信啊,他的家信啊,佛达玛,他修士各欧生奇界 钦加十万大戒,圆满他的帕拉密成佛耶,所以因为佛陀,他要成佛,最少要多久的时间 四个欧生奇界加十万大戒叻,才有一位佛罗出现。甚至有些八个欧生奇界加,十万大戒 在我们的米勒佛是十六个欧生奇界加十万大戒的,我们这个时代哦,这个时代的时间的佛啊,有几年 有四位 四位呢 第一位就是我们的佛达玛 因为是Gasabha佛 一个是Bona Gama那佛 一个是Gagur San Da佛 这是巴黎 而且佛陀促世的家庭背景 只有两种家庭背景 一个是王族 一个是宗教师 佛罗文 而且都在那里 对在印度 在印度的佛陀 那个方向 我忘记他叫什么方向 是东北还是什么 就是在那个Gagur 佛陀佛陀佛那个地方 就是在那个范围 所以那个地方叫做什么 中国 以前我们听到中国 中国 英语怎么讲中国 China 不是那个中国 在佛陀佛里面讲的 中国是佛陀佛出世 弘法的那个地带 叫做什么 中国 所以以前你不知道 听到中国 你觉得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叫华人 我们不会叫中国人 我们叫华族 我看着你 所以难得 人才就难才能培养 是 我們看今晚的這個 到這邊 下次我們在看 西友蘭德 為什麼西友蘭德 我們看他的內容是甚麼 我們大家要請和場 任我此功德,老相處陸進 任我此功德,為真面還原 我此功德分,為將處有情 緬非人切,同德功德分 聖佛道,正法主助世間 願見共生,快樂安保 祂入咖啡